Hello 看你梳這個頭就知道有懷舊的感覺 有啊 當然啦 你見到我很舊 你舊不舊?不知道 舊不舊,我也有四十年 是嗎? 是古董車 舊不舊? 不可以,沒事的 但是這樣的 上次出了懷舊潛水錶 是 其實帶起了一種熱潮 其實就告訴我們 現在是否在懷舊的手錶呢? 其實是啊 久不久有一個翻兜 每次都有個熱潮 熱潮大概十年 一個週期 今年又是很流行懷舊的手錶 又回來了 但是你通常介紹懷舊的手錶 都是機械錶 比較少介紹石櫻 這次我介紹一隻懷舊的石櫻錶 為什麼會介紹石櫻? 你真是 甚少 我很少喜歡石櫻錶 其實我玩錶 通常都是 很多玩錶的朋友都是 不是機械錶 但是石櫻錶 其實如果有歷史背景 他的石櫻錶 都值得收創一下 當你買完石櫻錶 你不是只買了一隻石櫻錶 你買了整個品牌故事的其中一部份 十年之後 那隻錶都是故事的其中一部份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明白 你不是買了一件普通的石櫻錶 而是買了品牌背後的其中一部份 所以這類型的新品牌 比較難去有故事性 沒錯 新品牌沒有故事性 可能三多年後 新品牌便變成狗錶 哦 明白了 今天就介紹一下這隻 對 今次介紹一下這個 看我告訴你什麼 這麼特別 嘩 這個錶的味道 也是很重的 你可以拍一下 它那個錶面有什麼特別 嘩 先看一看 是不是好像十多古董店賣的手錶一樣 正確 那我拿上手錶介紹一下給你看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感覺呢? 其實以前做的手錶呢 不如我拿一照給你看 都重要是這個牌子 真的有根有據 這個是一個百年歷史 一百四十幾年 這個品牌叫Cornel 是一個美國的品牌 你會留意到以前做錶呢 除了錶面輕曲型之外 它的內影裡面 錶面 都是會有一個鑊形的設計 現在其實少了很多這類型的設計 那它除了這個面這些位鑊形呢 它指針啊 秒針那些都會造成一個曲型 它就回錶面 而今次這隻 這隻也有 沒錯 來看看 它除了本身 是一個鑊形的Aga Lick 錶形膠面之外 它的錶面 都是錶形的 而裡面的錶針呢 那支分針和秒針呢 都是呈現彎曲的 對呀 對呀 味道都不見到 現在其實相對很少的手錶 會用這種技術去製造 那它能復刻 復刻到整個味道 都好像在古董店買回來的一隻 舊錶一樣 但是就不用擔心 走得不准 因為石鷹錶一定不准 那當然是很準 第二件事 你知道香港人 有時匆忙起上來 我家裡拿起幾十隻 全部都是機械錶 有時趕時間 衝出門口 哎 免得搞了 馬上就立即 是 死的錶走的 還有它有出一些綠色面 那些是很懷舊的 一些放射面 你看到這些所謂的 對呀 還有它那個大日曆很有趣 我很喜歡這些日曆 雙日曆 我們叫做 即是它一後二後 就不是寫一 是寫零一 是寫零一 是不是 還有 還有這條帶 都是用 比較復古味重的 好像積帶 積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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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新元素 積帶比較特別 就是它用了這個刺力的設計 方便帶 很實的 刺力 也挺特別的 嘩 這樣就正了 如果喜歡懷舊味道 又不需要 有些朋友比較 抗拒機械錶的範圍 因為他們覺得要教 是很麻煩 那就帶這些喜好 對呀 這個錶真是 做工仔很細節 有興趣的朋友 真的來參觀一下 這錶是 真的一個推薦 等一下 賣多少錢的 你說的 說的 一會很廢 原價是 1380米 拿到1000多元 當然便宜了 我們再有Facebook特價優惠 980元 980元 忘了給它錶底 底也挺有趣 挺賺貴的 嘩 嘩 有位 gentleman 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他所說的 Paul Cornell 可能是 這位創辦人 還要是900多元 送給人 自己帶也行 對呀 相當抵 對呀 買錶 不是單單純賣一隻手錶 而是賣了一個手錶 當中的一個歷史 有興趣 請我來參觀一下 適合吃英錶的朋友 立即下來 沒錯 請你